我是怡泰的从小训练到大的教练兼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的结缘是在嘉义特教学校的高中的时期 因为某些的时空背景让我们两个就变成聚在一起 在全国生气章篮运动会里面 怡泰常年我都带他去参加T31的田径的竞赛 100 200 400 800的比赛 慢慢的已经把全国的记录都往前拉到一个成绩 那我们在那个阶段因为家庭他们的状况有很多需要 我们去带他们出来的时候是需要协助的 尤其怡泰的肢体障碍又是最严重的脑性麻痹 它是虚动型混合一些有张力的跟精卵的部分 也是一种所谓的混合型 但是以虚动的情况最为严重 它也是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一台Vest Runner 所谓的现在国外的Frame Running这个运动 希望在这个运动项目里面 可以让T31级的小朋友去参与国际级的比赛 帮台湾拿一个帕奥的金牌的一个最好的选手 所以谢谢太平洋自行车这次 在这样的单车公益家庭日的情况下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参与申请它的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车辆 我们非常的期待每天可以去练习这样的一个车辆 让台湾可以站在国际舞台 希望大家10月1号的时候 一起来共同参与太平洋自行车的单车公益家庭日的活动 让我们Rest Runner或是其他的单车的车友 都可以来参与户外的活动顺便做公益哦